大家好 我是吴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這一節兄弟移民局 跟大家說一下 大陸人竟然鼓勵香港人去移民英國 這些新聞真厲害 左答答右答答 這樣也可以 可以嗎 可以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在微博說 五元雞Patreon沒有說過 微博啊 為何微博說移民 不行嗎 移民來內地就行 唱衰的移民應該沒問題 沒問題 唱好 高調 支持香港人移英是very good 好像 又好像怪怪的 現在英國什麼環境呢 有很多人說不熟悉英國的生活 又說很多事情都搞不定 不用怕沒有又怕 現在英國啊 開了一間港式的超市 還要專請香港人 裡面又有菠蘿包 又有炸雞腿給你吃 怕你不習慣 那跟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現在英國啦 或者 為何 他們會支持呢 那 香港是否再一個 大家不再 亂留下的地方呢 我們看得到新聞啦 就是說很多人 因為為了小朋友 讀書的情況 移民 轉移到其他地方生活 不一定是英國的 加拿大啊 澳洲啊 哪些地方都可以的 對不對 總之就不留在香港啦 那我們覺得很詫異 或者很奇怪的 那你說 喂不是啊 香港人知道香港事啊 你說在香港住了這麼久 或多或少 正所謂 那條尾都知道 香港是什麼事的 本來都沒有什麼的 是吧 那但是 你住人啊 人越來越多 移民啊 有一天這麼久都沒有開關 很多這樣的問題 種種因素 混合一大 大難餐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到 看來都好像 是不是真的 外面的東西 外國的熱量特別圓呢 為什麼連內地人都高調支持啊 這位 有名的啊 我們先打開他的名字 一個在內地啊 一個網紅啊 內地網紅 但是他住在香港 叫做 什麼啊 朴實太太 是啊 應該是年輕女兒 是不是呢 比較年輕 不知道啊 看照片都 可能撿過啊 隨便吧 不要管他 他在微博 分享呢 身邊 移民英國 香港人的經歷 他說 他聽完之後 終於明白 香港人為何 要偽然決心離開 是吧 他說 原來 有什麼好選擇之外呢 是不是真的非走不可的理由呢 他說完之後 在微博 是不是那些網民勞插他呢 啊 漢奸 啊 崇壤 不是啊 很多人都認同他啊 哇 你真的是 這個世界真的有些事情我們跟不上的啊 這樣 穿件和服又說 哈哈 又說成成 又說這樣這樣 這樣啊 又 這個世界有時候 那些標準都很不畫一的 是不是 好了 我們看看究竟 這位 內地的KRL 究竟 和大家在分享些什麼話題 他 一位 在微博那天都幾多人like他 原來 幾八十幾萬粉絲的 他有啊 那 就 現在啦 他住在香港的 他啊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最近一個親身經歷的 這個親身經歷呢 令到他大讚 大撐 香港人 移民英國 嗯 他就透露了 他說有一天 他去銀行 去 弄些東西啊 那跟那個經理呢 就聊天 他就說知道了 對方啊 就是那個經理的 妹啊 整家人已經去了英國定居了 跟著呢 他就想想想想 發現 原來啊 啊 最近這兩年呢 很多人都一家大小 舉家去了移民的 哎呀 你現在不看報紙 是吧 看報紙嘛 內地KOL 哈哈 你看看香港報紙 你已經看到那些報紙寫得很多的嘛 好了 那接著他就研究了 這位銀行經理呢 就跟他聊天了 蛤? 呃 你又移民啊 你妹妹又移民 那誰還有些什麼人移民呢 那銀行經理呢 就跟他說 其實也是的 香港呢 好多人 真是移民的 賣了一間樓 還要賣了一間樓 去移民啊 跟著 富貴嘛 拿著不cash 去英國買個house 真是 住得舒適 又便宜 是吧 又正 那樣了 去到呢 這裏啊 真是非常之 有趣 就是說 香港人將自己的樓 賣了過去 這麼辛苦 死省死底 唉 你真是又說 要不去旅行 折衣宿石 盡快減少應酬 有些人就說 你看看你香港人 死省死底 都是為了幾百尺樓 為甚麼 你看看我 去到外國 你就有 一千尺的樓 就有一千多尺的房子 House 有花園 有車位 簡直是夢寐以求的生活 你香港人 是賤的 你們的命 是不是這樣呢 你就想心一層 香港人這麼辛苦 這麼牢碌 換來的就是這間屋 這間屋 你能夠 如果賣了去轉移去外國 你會發現原來你是 king 你是皇帝 因為這塊錢 你足以隨時購買兩間屋 在外國 你說 你剛才說的辛苦 死省死底 不去旅行 是否值得呢 你自己想 這些東西 但是 現在香港普遍都是 也是 這位銀行經理跟他說 每個人都來賣樓 這位銀行經理跟他說 每個人都來賣樓 那支現金 那位英國 舒舒服服 多好呢 更加這位銀行經理 和這位內地網紅 透露 我妹 和我妹夫 想著 那位英國 又開中餐館 哎 糟了 那遲下 這些中餐館 會不會多過吃西餐呢 啊 周街英國都是茶餐廳 到時候變了 會不會啊 各個 哈哈 香港人過去 懂得拿鑊鑊的 就想過去煮兩尾 做個乾炒 我來吃先哥仔 過到英國 啊 雲吞麵 吃這些東西 嗯 真是不知道的 哈哈 隨便啦 你會不會攬呢 那這些就要看下你自己了 我還想起啊 啊 是不是啊 周人發哥那套啊 是不是英雄本色紀啊 在開餐廳 有個外國 兩個外國人 說那些飯啊 垃圾啊 屎啊 跟著啊 發哥 折著他 就指著他頭裡頭 吃光了 會不會外國有這些事呢 不知道 而這個 銀行經理 就和這位 外國KOL 不是 內地KOL呢 就透露啊 我啊 有個讀幼稚園三年班的女兒啊 同班同學啊 你知道嗎 有幾十個同學仔啊 都移民了去英國了 所以說 香港的移民問題 是不是很嚴重呢 又好像不是 但是身邊總有人是移民著的 你身邊的朋友啊 我身邊的朋友啊 大家身邊的朋友呢 你都或多或少 都有人舉家移民的 是啊 一個趨勢來的 所以 你說十幾萬 十一萬多 只流出的數字 我覺得是 嗯 少了咯 是不是 因為每個家庭 是吧 拖這麼多東西走 其實啊 對香港 整個大環境 你說多或少 一定有影響 是吧 一些行得走得敵得 專才 全部聰明 聰明 或者未來的社會動良 我們經常都說 年輕人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 本來就是香港的主人翁 現在不是了 去了英國 或者去了全球世界各地做主人翁 不留在香港 那麼 香港面臨的 都是一個叫做人口老化的問題 那麼 而這位內地網紅啊 就問這位銀行經理 那你有沒有 你走不走啊 這樣 然後呢 這位銀行經理跟他說 是不是說不走 哼 我一心 留在這裡做銀行經理呢 不是啊 這樣回答他 這位銀行經理 這樣回答這個 內地網紅就說 我有些心動的 話畢 都要為小朋友著想 那麼 每個人都用這個口吻的 現在 好像一個 一個 很合理 是 也是非常之簡單 去跟全世界人的解釋 我 沒有所謂的 不過我有小朋友 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要一起走 這樣 看來 你可以只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之前說這麼多 不同的香港的環境 都知道 就是令到人 我這一代 或者叫人大了 就沒什麼事了 人小時候就不想影響到他 很多都用這些想法 你看 填下式教育 都不知道讀到什麼出來的 你看外國那些 全部在那裡 混鬼妹混鬼仔 不知多開心 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所以 每個人都舉家移民 每個人都舉家移民 他又說 這個 朴實太太 即是內地 八十幾萬粉絲的 所謂的網紅 他又跟著講到 其實他都很明白 為什麼 香港人 就會賣了一層樓 那你 因為很簡單 他說 你在香港 賣了一層樓 離開香港 千幾萬的港幣 你在英國 買大屋 他說 在香港 同等價錢的樓 根本就是 窩居 那 但是 這件事 窩居 是對的 但是交通方不方便 是不是 該做些什麼 先 窩居也好 你 大屋也好 那當然你說 你 不用怕啊 拿著那一千萬過去 你不用怕你做窮鬼 是不是 你富貴的啦 我當你三百萬買一間房子 在英國 即是港幣 你拿著一千萬港幣過去 三百萬 買一間房子 你還有七百萬嘛 你不用怕 真的不用 不要吐筆腳 不要聽別人說吐筆腳 有什麼事開不了車 吐筆腳 就這樣啊 你做一個正常的投資的情況 吃一些利息 那你每個月就夠用 這就是你的道理 對不對 你懂得投資 你懂得身邊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笨實的 不懂的 我們都和大家分享過 喂 你過到去 環境呢 你有沒有做過功課啊 你有沒有地方可以請到人的 如果你想著打工的 那這些事情都是要留意的 我看得到 現在呢 有人說 你過去英國呢 香港人啊 必須要做定功課 究竟你那個落腳點在哪個區呢 才好 如果不是好像剛才這位 你呢 內地的KOL 這樣啊 朴實太太說 你香港人拿著一千萬過去 當然是輕鬆波啦 這樣啊 你的落錯點都是麻煩的 那我們看看 究竟呢 英國呢 有什麼地方好地方 那有 什麼都好 你不要管 現在究竟什麼原因都好 香港人 拿著那個所謂的 用BNO簽證呢 在這個英國呢 是很搶手的 根據呢 有一個叫英國港橋協會的調查報告啊 訪問了 宜英香港人落腳點 他們的搬遷 或者你 第一步去這裏 然後轉移去第二裏 究竟啊 六個月後的定居地點 搬遷義獄 和子女上學地點 做一個統計數字啊 喏 結果發現啊 超過九成的 宜英港人 頭半年 在哪裡 在英格蘭 而九成人 當中有兩成 全部居住在大倫敦區 嘩 大倫敦區啊 哈 很高消費的 證明你香港人多高 啊 多厲害呢 好 那 其中呢 香港人 是不是 大倫敦區其實都很大的 不是說居住在倫敦的 其實 在香港 其實以我所知呢 有幾個地方呢 是香港人必然會住的地方 第一 是不是 Elon Musk想著收購那個地方 是不是 收購 曼徹斯特 曼聯 不是 曼徹斯特 這個是No.1 是的 跟著第二個地方 第二個地方 就是奧斯福 第三個地方 就是雷丁 那 第四個地方 這個就是 Britainham 和Northernham 這幾個地方呢 都是 比較 港人熱門 熱門 落腳的地方 那 香港人呢 很有趣的 你 這些 落腳點呢 是不是真的好呢 那 大家要 有人就說 你不要選錯落腳點 因為 尤其是那些天氣 水浸 治安 的問題呢 你不要人去 你又去 想著 我過去了 不怕 我見 哪個哪個都去了 那我就 跟著去 沒有怕的 這樣 人出事 你不要想著 你出事 一起出事 那些事情好過癮 人家到時候 拿著幾千萬搬屋 你 不好意思 你那裡 紅居居買了樓之後 發現 那些東西 脫不了層樓 那你就真的站在那裡了 跟大家 即是說一下 究竟 英國 有哪些地方呢 是特別容易水浸的 你過去的時候 麻煩你 看清楚做功課 第一件事 高危的地方 水浸高危的地方 最厲害的那個 根據報紙 這些研究報告指出 原來 約克棍 就是最厲害的地方 這些 比較 是不是真的 經常下雨呢 最沒有水浸的地方 是 林肯 威爾特棍 白金漢棍 這些地方 波士頓棍 這些地方 好些的 如果比較出名的地方 例如 墨西塞特 即是近利物浦那邊 愛華頓 這些球會的地方 都是一個水浸的地區 所以 因為下雨 可能他們比較北邊 近海 這些都是要留意的 容不容易水浸 要不然 就麻煩了 你要買一個潛艇才能住得到 好了 另外 治安的問題 治安 如果 你選了一些 糯糯的地方 你在香港 好 誰都覺得 香港很亂的 那時候又這樣 這樣 現在又 防疫又 這樣 你都是想去一個清淨地 清淨地去 新界那些村落就可以了 對不對 夠清淨 好 我去英國 夠清淨 那你選一個 叫做 英國十大罪行 這些地區 有什麼十大罪行呢 你要留意 你要查一查 那個地區的相關治安 其實你可以上去英國的官方網站 用一個postcode 就可以查到 那個地區的數字 罪案數字有多差 如果你想想 你住在一個罪惡之城 GTA 突然間 好像美國這樣 有人說 GTCL 然後就 打你一槍 那你很害怕 或者爬手多 偷車多 偷東西多 你都不想住這些地方 其實 在英國 有什麼罪行比較多呢 一 反社會行為 反社會行為 就是 逢什麼都必反的 對不對 他們的政府 好 一推出方案出來 不行 我不戴口罩 就是英國人 這樣 暴力行為 這些要小心 人家牛高馬大 最好學好幾招 旁阿新 所以 有時候 要做功課 我移民 華人細細粒 你身形 你未必救外國人大見 這些 你都要認識 刑事毀壞和縱火 外國人很兇 有什麼事 可能做這些事 香港也有的 也有 是吧 擾亂公眾秩序 哇 厲害 擾亂公眾秩序 都排第四位了 那 是的 外國一樣會有這些事 那 偷車 緊的了 和汽車相關的罪行 所以大家 小心你的車 爬手 好 入屋爆洩 店鋪盜洩 反而 尾爾 最少是毒品 英國毒品的案件又不多 還有搶劫都不多 所以 為什麼人們寧願去英國 都不去法國呢 法國你都知道 是恐怖的城市 很多爬手 另外 大家 都要留意一件事 這個 除了這些 叫做水浸 治安 另外一件事 說 喂 我過去買東西 我們之前和大家聊過 哇 麵好像糞便難吃 怎麼辦 我們要留意一下 糞便有多難吃 你吃過嗎 有些人是這樣說 好像糞便難吃 你糞便不會放進口 那些更加放不到進口 一樣的道理 好 現在有人 疑英的香港人說 在英國終於有一間 港式超市 還要請香港人 發達 全部都是 你認識我認識 言語上能夠 可以溝通得到 其實 有人就說 我們之前說過 什麼 有人就說 唉 你頭一年 你就很喜歡香港 過多幾年之後 你發現香港是什麼 那你做這些東西 所謂的留戀香港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們看看究竟 這一檔裡面有什麼 原來 很多 這間 廣式超市 很多是一些 平時香港人最喜歡買的 日韓台和亞洲地區的貨物 他說 亦都好像香港超級市場的格局 裡面還有一些 是非常之令香港人回味 在英國的香港人回味 例如有菠蘿包啊 有雞蛋仔啊 有生炸雞腿 他說香港都很難吃到 生炸雞腿 也有很多台式的小食 如果你有私鄉的話 你就可以試一下 找這一檔東西 就讓你去掃街 那 過到去 所有東西都好像幾好 而剛才我們說到 這位內地的KOL 說到 終於明白到 你香港人為什麼這麼喜歡走 因為其中 你拿香港的屋子那塊錢 你去到英國 是買到大屋 原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去英國 基本上就是用免費移民的方式過去 移民成本有多高呢 你想想 你去台灣 台灣 泰國 不要了 現在是危險的 泰國 你全部都要扔錢出去 你去英國 你有錢就租樓就可以了 是吧 租樓就可以了 你租樓就可以過到去 你有錢租樓就可以揹個背囊 走到英國 所以 終於明白到 為什麼 他這個 叫做 香港人 這麼願意 移民到英國 另一件事他更加了解到 他都感受得到 香港 香港的小朋友 在香港讀書是很辛苦 連內地人都覺得 香港小朋友 讀書很辛苦 去比例 國外的環境 就相當寬鬆得多 不要說小朋友 其實大人 大家都知道 香港就好像一個 保持高速運轉的城市 無論 每一分鐘 每一秒 你見到 他們做事 走路 走樓 走樓梯 都沒有慢活 哪有慢活 你妨礙著 所有人 妨礙著地球磚 經常都有這句說話出現 是很辛苦的 連內地的 這位網紅 都感受到香港 那種生活的壓迫 所以 他說他明白到 明白到 在香港 那種壓力 那種挑戰 還有辛苦 愛國是舒服很多 那這位 叫什麼 這位 這位 內地人氣KOL 就是 他自己 就說到 這位朴實太太 更加說到 他概歎 離鄉別井 就好像 很慘 他說 他說 但是出發那一刻 總有 雄心壯志 他說 他聽得到的香港人 十個有九個半 離開香港 都是一個說話 為了下一代 是不是 他說 其實這個為了下一代 聽起來 聽起來 很沉重 雖然又很累 但是又充滿無限的可能 嗯 嗯 看你居住 怎麼想 離鄉別井 很悲壯嗎 沒有人想的 是吧 很多的環境 很多的因素 是不是 嗯 有很多人 不得知快點走 你這樣說 每個地球 每個人 即是你英國都有 反社會人格的人 是不是 即是他都不願意 在這些地方 每個國家也好 每個city 都會有一些 在 住 出生 那個地方 他對那個地方 都很不喜歡 這件事 明白到的 她 這個 朴實太太 竟然 將這些 分享 在微博上面的 貼文 貼文 貼文之後 很多網民都贊同 就認為 人生多點選擇真好 就竟然 真的在這裏留言這樣說 他說 大家不要相信 過到外國 不會做一些 什麼二等公民的 他說過到那邊 沒錢沒東西做 真的不會 從內地的人說出來 這些 不是我說出來 即是 連內地人 都覺得 有些事情 大家了解清楚 是不是真的會做一些 叫做二等公民 你過到那邊 是不是真的沒有錢 做粗糧 要 咬到遠 有內地的網民 就跟你說 不會的 不會的 他說 有人就明白到 現在香港 現在年輕人 已經過得十分之壓抑 好好地做事 都沒有辦法 跨過 這個 階級的 洪溝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就是說 有很多人就說 在香港 年輕人 努力一點 在香港打一份工 很多 十年二十年錢 你就能買到樓 是吧 誰叫你 經常想著買這些 衡空 很多人是這樣說的 但是 其實大家可能不明白 現在那個 那個 階級的位置 你由 很多新一代 進入這個新手村 那 進入這個新手村的時候 很多已經在99級 這次爆肌了 很難生存到 這個社會上面 那個 Generation Gap 就太大了 怎樣可以有階級 慢慢上 很難 現在連內地人都明白到 香港人面對這個問題 他就說 你移民 只不過是去一個 簡易一點 容易一點 入場 選一個 另一個 server 侍服器 不要覺得是高手 希望他可以在一個 低成本的地方 重新來過 這件事情 就是內地網民 在這篇 留言告訴大家 沒有人知道 是福還是是禍的 但是 起碼 容易一點 其實 外國的月亮 是不是結束 我們不清楚 但是 每個地方 都會有好的 還有壞的壞處 所以 我們有時候說這些移民的事情 不是一定說唱衰 一定唱好 你連內地的KOL 都覺得明白 或者很多網民都明白到 香港 究竟現在發生什麼問題 每個人都移民的時候 那 你又不知道你怎麼看 會不會說 喂 不行 移民就是一定什麼什麼 這些就是每個人的看法 還有 你也是那句 移民了之後 用不需要再思鄉呢 又或者 現在英國 或者世界各地 那變化有多大 是不是適合你生活呢 那就要繼續去 跟大家跟進一下 報道一下吧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 拜拜